中俄两国元首缺席印度的G20峰会,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而深远的。 俄罗斯总统的缺席尤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首先,G20峰会对于当前的俄罗斯而言,确实存在一定的争议。 这个组织本质上是一个由GDP全球排名前20的国家组成的论坛。 从成员构成上看,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然而,自从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大量的经济制裁。 这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受到严重影响。 在这种情境下,G20峰会对俄罗斯来说可能已不再具有过去的吸引力。 再者,我们还应该记得去年在印尼的G20峰会上,西方国家强烈反对普京的参与。 他们的目的是想在峰会上对普京实施外交压力。 但对于普京本人而言,参加一个可能会受到围攻的会议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代替普京出席了那次峰会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面临来自部分国家的压力,印尼作为东道主却表现得十分明智和中立。 他们没有让G20峰会成为一个反俄的舞台,也没有通过任何对俄罗斯不利的决议。 至于中国元首的缺席,其背后的原因可能与中国与印度、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立场有关。 但这需要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总的来说,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变化,以及各国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使得每一次国际会议都成为了各方权衡利益和展现策略的舞台。 普京近期面临的挑战多端,首先是俄乌战争。 尽管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半,俄罗斯成功地控制了乌克兰东部,但这一胜利并不稳固。 无人机不时的袭击莫斯科,使得战局对俄罗斯来说愈发紧张。 更令人关注的是,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国内也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 例如,由瓦格纳领导的政变和瓦格纳的领导人普里哥任极其高层因坠机事故身亡。 这些事件都对俄罗斯的政局稳定产生了威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普京当然不会去参加一个他认为对俄罗斯没有实际价值的国际会议,他更需要关心的是国内的经济合作而非外交的压力。 而对于中国选择不参加G20的原因则较为复杂。 首先,G20的效用在近些年已经大打折扣。 尤其是在上一次的印尼峰会上,因为美西方坚持要加入谴责俄罗斯的条款,使得会议进展困难,最终也只是勉强发出了联合声明。 此外,G20最关键的两大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发紧张。 尤其是美国在一系列承诺上的反复无常,使得这一国际合作平台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而即将召开的印度峰会,预计其效果甚至不如印尼峰会,很可能连一个联合声明都难以达成。 可以说,G20这个机制在美国的领导下已经逐渐失去了其初衷,变得越来越形同虚设。 美国正是图将G20转为一个政治对抗的平台。 本质上,G20应该是一个经济合作的舞台,但美国的行为却显示了其希望政治化这个平台的趋势。 中国一直在寻求合作,而不希望看到G20被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 面对美国的行动,中国显然无法完全避免其带来的影响。 因此,中国不希望在这种情境下与其浪费时间。 此外,如果中国元首参与,美国总统拜登很可能会再次寻求会晤。 考虑到当前中美之间的政治氛围,这样的会晤时机并不适宜。 去年在印尼的G20峰会中,中美元首曾有过会晤,但后来拜登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对此,中国显然不希望再次进行元首级别的交流,更不希望接受美方试图政治化G20的立场。 那么,作为G20的主办国,印度似乎并没有专心致力于组织这次会议,反而试图利用这个平台来实现其政治目标。 今年5月,印度选择了印巴有争议的地区克什尼尔作为G20会议的举办地。 这一决定遭到了中国的反对,并且中国率先表示将不会参与。 随后,多个国家,包括沙特、土耳其、埃及、阿曼和墨西哥等也选择了不参与。 这使得印度的G20峰会面临失败的风险。 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莫迪政府竟然提议在G20峰会期间为印度更名,将印第亚更改为巴然莫迪政府的理由是,印第亚代表了殖民历史的痕迹,而他们希望摆脱这一历史遗留。 不论更名的决策是否明智,但利用G20峰会这样的重要国际场合提出这样的议题,确实让人感到震惊。 有趣的是,印度想要将自己的国名修改为巴拉特,但又怕修改后,巴基斯坦会将其国名改为印度。 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如此,印度就成了巴拉特,巴基斯坦变成了印度,那么中国的巴铁有益名字岂不是也要随之改变? 这种突变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相当不适应的。 实际上,印度这个名字在中国已经有了很深的历史渊源。 这个名称是由玄奘法师所翻译的,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 相较之下,印度被西方殖民的时间不过三百年,所以西方的印度与中国的印度确实有着不同的含义和背景,自然不必更改。 但印度有时会将国内事务放大到国际层面,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削弱一些国际峰会的含金量,导致其他国家如中国对其重视程度有所下降。 中俄两国元首为出席G20峰会,在国际舞台上投下了一颗震撼的重磅炸弹。 这其中,不难识别出几个深远的含义。 首先,G20这一重要的国际组织,在遭遇八国集团的命运后,似乎也面临着影响力的削减。 如今,它已不再具备引领全球发展的权威性。 尤其在这次会议中,中俄两大国缺席,导致全球各国难以团结一致,达成真正有意义的共识。 这种现象或许预示着,G20未来在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将会被其他力量或组织所取代。 其次,我们观察到新的多边组织正在展露头角,并可能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金庄国家和上和组织成为这其中的代表。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尽管有国家试图构建小圈子以对抗中俄,但中俄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即大力加强与金庄国家和上和组织等多边机构的合作。 他们的策略强调的是包容与合作,而非对抗。 这无疑为金庄和上和等组织未来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使其在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关键角色。 综上,国际关系的动态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中俄的决策显然已经预测到这种趋势,并做出了相应的战略部署。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迅速变革。 随着多边合作机制的调整,各国都在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地位,试图在新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果说G20这样的国际合作平台失效了,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个平台是否还能继续存在,而是在于我们如何看待现有的国际关系格局。 美国作为全球的超级大国,无疑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在尝试重新定义并控制这个秩序,打破一些已有的合作机制,以便于在新的秩序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这样的策略,无疑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考虑。 但世界上的事情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 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自主宰整个世界。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另一个大国,正在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与其他国家一同推动形成一个公平、公正、共赢的新秩序。 未来,或许G7和G20这样的机制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像金砖国家、上河组织这样的组织可能会走到前台,因为他们更注重多边合作,更强调各国共同的利益和发展目标。 总的来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革是一个综合的、多元的过程。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但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加公平、稳定、繁荣的世界。 和地区的利益